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Kids放音乐的节目当中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非常特别 邀请到一朵花 不过它是男生 它是赵鹏飞 唱歌非常好听 而且高音也非常的响亮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乔家花花 刚刚听到在里面的那个高音 非常的亮 对这首歌我们就是 我们制作人说来 就是搞一个反差这样 其实呢对这个非常也 非常荣幸跟这个中泡塞的那个女主 女儿 对然后乔乔一起合作 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其实这首歌呢 我们就是搞一个这种新的火花 因为其实平常我们听到的是男生唱rap 那这一次我们换成了乔乔女生唱 而且的rap才是他自己亲自创作的 所以他非常有才华 然后呢他就是也是一个非常直率的女生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让我 比较那个放下心来 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较害羞 那遇到特别就是一个女明星你知道 然后因为之前我有在那里 可能看过他的一些节目或者戏剧 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害怕 就是对 然后但是呢后来现在 就后来跟他接触之后 发现他真的很有亲和力 然后就是其实 我除了工作人员 他是我第一个有接触的台湾女生 所以呢他给我了一个非常好的印象 我觉得台湾女生其实都是比较nice 很有亲和力 真的吗? 我觉得是不是吗难道 这是在问你啊 你说对台湾女生的印象就是很有亲和力 对我觉得很有亲和力 然后就是因为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 然后可能两个人坐在一起 就是我不会主动的跟你就是哈拉这样 那如果那个女生可能先跟我讲话 我会比较就是在跟他讲话这样 所以他是怎么主动跟你破冰的? 没有没有破冰啦 就是我们也没有冰这样 然后就是我到了那个录音室啊 他就是坐在那边然后就是比较放松的状态 他不会有那种好像我高高在上的感觉 然后呢就是非常的 但是他还是很抢眼啦不得不说 就坐在那边还是真的很抢眼 然后我就说乔乔你好 他就也是很nice跟我就是微笑那种 他说小花你好 对所以我觉得一下就是让我变得比较轻松 嗯 所以你觉得整个在录这首歌的过程当中 尤其这首歌是专题里面唯一的一首快歌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在整个氛围当中已经开始让你有放松 然后想要跟他合作的那种 就是呃非常轻松 凝造那种非常轻松的感觉就对了 对其实这首歌本来就是很轻松的感觉 那也是我在整张EP最后录的一首歌 所以呢包括当时的心情想说 哇终于录完了 终于要清楚了 对因为很怕 那我录音当时压力很大 然后就说终于要录完了 然后加上这一首歌是很轻松的 所以我整个人的状态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符合这首歌的情绪的 所以呢我录这首歌是还蛮顺利的 嗯但是呢其实像主持人刚刚说到的那个高音的部分 嗯那其实制作人呢他也是非常用心的 帮我去设计这种歌的曲风 因为其实呃我的假声还不错啦 嗯然后所以呢制作人专门选了这样一首歌 来体现我的这种假声的感觉 这种风格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有做到自己要唱的东西 所以你觉得这首歌曲其实要表达是一个真实自我的感觉 对对对其实就是想说 那乔乔他在里面各自也表达 我就是不爱穿高跟鞋 我就是爱穿平底鞋 那我又说我就是不爱耍酷耍帅 我就是很温柔的男生 所以呢我们就是强调就是我们要做自己 不要为了去讨好可能你喜欢的人 而去做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你就觉得说我就是要当一个温暖系的花草系的男生就对了 呃是啦 可是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当一个花草系的男生 最难能可贵的就是第一他的忍耐度非常的高 就是他很他跟他在陪伴别人的时候 他会觉得说我都是走那种内心路线的 而不是走那种就酷酷帅帅的觉得说 我就是等在那边等你来靠近我 呃我不会我就是一个 虽然我不会去主动跟别人好像好像很哈拉的感觉 但是呢我也不会刻意的刷刷冷刷酷 我觉得还蛮幼稚的 哈哈哈 对对对哦 那耍酷的男生你还是很帅啦 嗯 就是就是有不一样的风格啦 对对对 应该是说呃因为你忠于自我嘛 表现自我 而且你的个性又是属于那种比较温暖的 而且外型上面是让人家觉得很可以亲近的 嗯 那不需要像其他的大男生或很macho的男生就是 哦就是很高很快很壮这样子 对对对 给女生有安全感 但是你又用另外一种方式去表达自己的个性 所以才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对 巧家花花 嗯 去告诉大家说 诶我就是一个很温暖的男生 嗯 然后碰上了这一个非常直率个性的女生 对对对 下雨桥 然后两个激浪出这样子 不一样的曲风跟火花 是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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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